Hello 各位網友 院友 大家好 我是David 跟大家見面 跟大家分析研究一下英國的地區 今集會說什麼地方呢? 就是Eastwish 廣東話叫做葉氏惟治 這個地方從哪裡來呢? 其實就是在隆敦的東北面 這裡下面是倫敦 這裡是Eastwish 東北面 為什麼會說這個地方呢? 我一旦有網友問小弟 Eastwish 這個地方好嗎? 不知道是否同一個人 都不約而同追過我 就問這個地方 同時間這個地方值得說一說 為什麼呢? 我第一年來英國的時候 其實就是去了這裡附近的地方 上面有一個叫Stone Market 小扶仔那裡讀記宿學校 所以有時候都會經常去這個 這個Eastwish 這個地方 那就是行話優勢 第一件事 就是跟大家分析一下 這個Eastwish 這個地方好還是不好 那說回Eastwish 這個地方的優點是什麼呢? 其實目前來說 Eastwish 近年都很受到關注 為什麼很受到關注呢? 因為它被這個Eastwish 評定為 這個最有發展潛力和最受關注的新興旅遊熱點 那在全世界 不是就已經說是全世界 是排第十四位 那當然啦 這個排名是去年的 2020年的時候所作出的排名 在這些所謂的新興熱點 新興旅遊熱點 還有一些什麼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第十四位 有不同世界各地的一些地方 都值得大家去旅遊 那當然啦 當這個東西公佈了之後 令到Eastwish受到很多英國人的關注 也有很多人趁著假期去了那邊旅遊玩 因為大家都知道 疫情關係 大家都不能夠去外國玩的時候 就會到處找英國有什麼地方值得玩 那為什麼它會受到這個旅遊界 和旅遊業關注呢? 因為其實 當地是很漂亮的 Eastwish 那這些就是Eastwish的 High Street那些地方的建築物 是古老建築 很漂亮 為什麼會這麼漂亮呢? 因為其實Eastwish 這地方 是英國其中一個最古老的城區之一 OK 那當然除了這些古舊建築之外 它同時間 有一個很漂亮的 很新穎的碼頭 OK 都值得大家去關注 而且Eastwish那邊 真的是近海 所以其實都有很多海景 美景 那樣的 除此之外 除了它的城市 就很受到旅遊關注 其實它附近的地方 普遍來說 都是一個旅遊區 為什麼呢? 因為當地 是有 叫Sufford Coast 這個Heath 的地方 就是一個 英國 優質自然 環境保護區的東西 總之 你行山去看風景 行海邊 那些 那裡是很漂亮的 天然的風景 很優美 照片就不給大家看看了 大家自己有機會 有興趣就自己去找 所以大家看到 在字幕那邊 左邊 我已經列出了 一些優點 就是環境優美 有結出的自然風景區 還有 有古老城區 還有 除此之外 它是在 Sufford Sufford 是什麼地方呢? 其實就是這個 一個棍來的 很大的 大家看到 Mouse Cursor 不停圍繞 就是這麼大的地方 它就在整個地方裡頭 是屬於當地的郡匯 或者首都這樣的東西 所以其實它佔了整個地區 這個Sufford的地區 85%的人口都住在 Eastwish 所以其實它 的確是在當地最旺的城市 因為為什麼每個人都住在那邊 另一方面 就是告訴大家 當然 有好的地方 也有不好的地方 那Eastwish 有什麼不好的地方 可以跟大家說一下呢? 如果 住在當地的人都知道 它是很有嚴重的交通問題 經常擠失的 另外 第二個問題就是 它有很多 英國的MK同黨 就是MK青年 MK人 那樣 其實如果你想知道 它那個MK的情況 有多嚴重 你去當地的麥當勞 那邊就知道 如果那邊有很多 英國人 就叫它懷仔 那樣 我就盡量避免 用MK仔來形容 用回英國這邊 如果你想知道 其實老實說 在英國 如果你住在內 的話 你想知道 當地城市 究竟多不多 這些懷仔 你去當地的麥當勞 打等一個下午 到晚上 旁晚 如果有很多這些 年輕人聚集 穿著運動裝 在那裡 你便知道 那個區 的懷仔情況 都比較嚴重 而Eastwish 普遍來說 這麼多年以來 懷仔的問題 都是嚴重的 怎麼說呢? 就是說 我二十幾年前 到現在 那個地方 都是同樣的情況 所以英國這些 十年餘一天 沒有變化 當然 一向都說 英國的階層 去升遷 或者上升的情況 是很困難的 如果你是一個 低階階層 勞工階層 很難才突然 你下一代 會變成醫生律師 或者大有錢 都是很難做到這件事情的 所以 其實Eastwish 那邊普遍 傳統的工業 都是農業等等 所以 好話不好聽 就是土佬那些 所以 你變成年輕人 教育的情況 都比較差 所以特別多些懷仔 同時 也會帶出很多青少年犯罪 同黨的問題 詳細等下 我再慢慢跟大家分享 另外一方面 年輕產資問題 都很困擾Eastwish 這個地方 看看貧富 沿舍差距表 都會看到 其實Eastwish 那個區域裡面 是很多大量的公營房屋 大家可以看到 一半一半 你看到綠色區域當然好 另外一半 就是一些紅色的區域 屬於公營房屋的區域 而這個情況 的而且 它可能 如果這樣說 大家覺得 很差 它的差 就不能夠 和豪情比美 豪情 也是同樣的情況 都是很多 英國懷仔 青少年性行為 窮黨問題 青少年犯罪問題 都很嚴重 但是Eastwish 有一個比較突出的 就是 它的暴力罪行 是比豪情 比較嚴重 我先給大家看看 這個治安數據 這就是在Eastwish 城市裡面 治安的情況 和犯罪的數字 在6月的時間 它總共的犯罪數字 就是663 我剛才列出來的資料 已經更新了 而對回豪情那邊 就是628 說得更好 等一下人家不知道 什麼豪情 豪成 大家也知道 那邊不太好環境 然後 它是每個月的罪案率 6月的時候 就是628 然後Eastwish 也有663 單 這樣 然後 比特寶 另外一個城市 都是相近類似的東西 就是755 單 這樣 所以你會看到 其實 它的情況 對於一個小伏子來說 它的治安的嚴重性 不是真的很大 但是 特別要令大家深思 就是看回其他數字 不要看到 總共也不是很厲害 600多單 一個城市 不算厲害 為什麼呢 因為 Lottingham那邊 人家說的是2,000多 3,000多單 是很誇張的 就是Lexar這裡 起碼都是1,700單 一個月頭的犯罪 就是市中心 所以你變成這些罪子 你會覺得 很安心啊 600多單 跟其他人都比 沒得比 但是你要看回 真實的情況就是 第一件事 他的暴力罪行是嚴重的 就有240單 暴力罪行就是什麼 街頭打鬥 或者家庭裡面的一些糾紛 等等 通常形成這些暴力罪行的情況 都是一些比較低下階層的區域出現 會比較多 然後 不說他的暴力罪行 另外 其次就是很多這些反社會行為 ASB這些是很嚴重的 所以剛才跟大家說了 他有很多這些青少年犯罪行為 這些才是最可怕 我經常都說 你爆隔的人 或者打劫也好 你那些彭包也好 他也是為了生活 為了利益 才去做這些罪案 但是青少年的罪案 是特別吵架的 因為他們不是理性的那一群 他不是為了達到某些目的 而去做這些罪案 而是純粹百無料 所以你走過街頭 隨時被人打兩槌 打兩刀 這樣就真的很不好意思 所以我經常都跟大家說 最恐怖的就是這些 青少年犯罪於同黨問題 而他這裏 是第二位 即是比較嚴重的ASB 同時間 CDNA CDNA是什麼呢 CDNA就是刑事破壞及縱火案 65單都是高的數字 就是那班小朋友 不懂性的 周圍畫圖畫 放火燒一下 破壞一下 所以你看到 這個問題 一直都很困擾 East Bridge的地方 以及以前我住的地方 到今時今日都為止 跟這些人聊天的時候 都說 周圍走路都有一股額尾 不知為何那些人很喜歡 隨街頭就小便 也是這個問題 所以大家留意一下 不要只聽我說 老實說 大家要客觀地去處理這些事情 說給你聽的可能是一個主觀的意願 所以如果你想知道實情的 你自己要搜尋一下資料 以及 最好用你雙腳走去當地去看看 以及去一下麥當勞 去一下下午 看看是不是真的很多這些年輕人 白無尿賴踩著單車 然後抱著女兒 嘻嘻嘻 真的不知道 這些事情 這是我自己看到的情形 以及收到的風 都是這樣 說完了 這些問題很嚴重 老實說 不需要擔心 順帶一提 為什麼不需要擔心呢 始終有時候 你不是經常去市中心 好像我這些 住在英國那些 半年才去一次市中心 通常都是在外圍活動 重量跟市中心等同黨分割 他有他的生活 我有我的空間 所以有時候 就不需要太擔心市中心這些問題 最主要是 你自己住在一個區裡 有沒有這些問題 嚴不嚴重呢 當然了 其實是每個城市裡 都有好區和患區 那就不需要太擔心 城市裡面的罪惡 只需要儘量去住一些好的區域 就可以了 這是我跟大家說的 你更加需要擔心的 就是當地的交通、學校和就業的情況 那說回Eastwitch那邊的就業情況 我想其實朋友問我的原因 都是因為 他們認為Eastwitch很近倫敦 也是的 近到情況是怎樣呢 你開車大概是兩個小時左右 大約兩個小時左右 你可以由Eastwitch到倫敦 但是更加吸引的是 一小時生活圈 就是如果你坐火車 由Eastwitch到倫敦 一班次都很頻密 還有一個小時就完成 很快的 而且都很方便 以前我在那邊打等 你都知道 可以說出一個這麼頻量的說話 就是 但是大家要留意 雖然它是一小時去到倫敦 但是實情來說 它的火車車飛不是很便宜的 都很貴的 如果你買這個 一個星期的Ticket 大概178磅左右 如果你買月票 就684磅 你買年票就7124磅 是最便宜的package 有些再貴一點 這個是最便宜的 OK 然後我也作出一個對比 同類型的市區 以及很附近的 有比德堡的地方 Peterbar 都是一個小時 就可以去到倫敦 也是很近的 火車飛的價錢 是一樣差不多 大家要注意一個情況 就是說 在Peterbar那邊 如果你住的話 這一個情況 大家要關注 就是說 它是一個水浸的區域 OK 是一個水浸的區域 為什麼這樣說呢 如果大家去一些資料 檢查一下 2050年的水浸區域的地圖 你就會知道 Peterbar有一半地方 會被水浸了 假設氣溫變遷沒有改變的話 至於Eastwish的話 水浸問題是否嚴重 會不會到2050年 都是一個游泳的地方 我看過是沒有的 但是它旁邊 都有一些游泳區域 但是它的城市 就不是很游泳的 大家自己查一些資料 我無謂再說 因為我不想拉那麼長 要快快說 然後 如果你不是由倫敦去 打倫敦工 打算去Eastwish 去倫敦上班的話 說回Eastwish那邊的本土經濟情況 跟大家分析一下 第一件事就是 Eastwish那地方的傳統行業 都是農業 還有保險業 其實也有一些保險公司在那裡 住宅 還有海運業 為什麼會有海運業呢 其實在Eastwish附近 也有一些海港 是貨櫃碼頭的 你看到它是一個內港 從這裏村插進去 在附近的區域 也有很多這些貨運碼頭 所以它海運業都是發達的 現在還在溫暖 不是說收了皮 那些 農業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周邊都是全部 綠色地帶 還有一些保護的綠色地 所以農業為主 大家都是耳熟能長的 另外一方面 他最多的 真的打工的人數 最多的 那些人做什麼工作 就是工營事業 是最多的 當地最多人 去做一些 叫做政府文書工作 政府管理工作 做一些教育工作 還有一些保健的工作 請什麼 那些 胡老院 帶老人家出去 逛街散步 看著一些 有問題的小朋友 那些 另外一方面 他從事IT業的人 都是有一定數目的 還有 酒店飲食業 因為當地的旅遊區 大家都知道 剛才說過 其實一直以來 Eastwitch的經濟 都不算太好 但是近年 是改善了很多 因為 聲齡大起 很多人去了旅行 帶旺了當地的經濟 這是的而且的事情 過往十幾二十年來 他都是很對的 以我所知 以前在那邊生活過 另外一方面 其實近年 Council 都比較著弱 和主動發展 他當地的事業 目前來講 以知道 當地的Eastwitch Council 他會發展什麼 產業 他打算 重築 投放 發展旅遊業 發展教育事業 飲食 因為旅遊 文化產業 因為當地 很多古老建築 很多漂亮的地方 很有文化氣息 他也打算搞這件事 還有全英國都搞的 搞能源 亦都會搞一些 創意和數碼科技的行業 因為當地都看到 有一定數目的IT人 在那邊住宅 所以他都認為 大有可為 就會搞這幾項事業 所以如果你是想著 在那邊的話 雖然其實崗位的數目不多 但你都可以想一想 參考一下 假設如果 通常你去到一個地方 但是找到自己本地工 才不行呢 你才找倫敦工 大佬貪過癮 揹回一整個小時 工 好了 講完這些 再重點 跟大家分析 究竟當地有什麼 好的地區 大家最關注 這件事 Eastwich 最好的區域 其實就是在東面 的地方 東面 市中心 市中心 東面有個叫 Canifornia 不是美國加州 的確叫做Canifornia 然後在他上面 有一個叫做 Washmir Washmir And St. Andrew 的地方 就是這裡 還有 插到下來 這裡 有一個叫做Busley 的地方 都不錯 但是這幾個區域 因為近市中心 所以他只能夠 是OK的區域 不是十分美好的 然後在他東面 就有更好的地方 Catsgrave 是很好的地方 還有這個Madosham 也是一個好的地方 這邊 然後最好的 反而是這個Woodbridge Woodbridge 裡面有一間 Outstanding的學校 雖然 你對比其他學校 來說他不算是 特分之優勝 即是中庭 但是在當區 來說他算是 數一數二的學校 不是數二的 因為有些更厲害 讓我跟大家分享 OK 看看這些 數字 在字幕 左邊大家看到 第一件事 我提議給大家 就是Catsgrave 是比較理想 當然 學校是一般的 但是如果你說 想近一點 Eastbridge 不需要太遠 不需要去到Woodbridge 這樣 這個也是想得過的 因為為什麼 如果你說Woodbridge 來說 價錢比較貴 你看看表 買兩房的FAT 都要19萬 三房Semi 35萬 貴了一點點 雖然有家好的學校 和治安都不錯 但是 有缺點的 因為在Eastbridge 這個地方 交通成為其中的障礙 就是因為 它全部都是小路 你看到它不像 我們中部地方 或者倫敦那些 很大的城市 周邊永遠困著 也有一條主要的公路幹線 那些叫Motorway 高速公路的東西 而Eastbridge 這些全部都是周邊 都是A路 比較難頂一點 所以 如果你從Woodbridge 去Eastbridge 的話 你預了一個情況 除了要走小路 比較辛苦 而且你也會塞車 也說了剛才的交通問題 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Eastbridge 這個地方 所以你去到Woodbridge 可能一分鐘 你長期都會 躲在那邊生活 你未必可能會去到Eastbridge 除了你上班需要的話 另外再說回 Catsgrave 大家看到 治安是算不錯的 現在有一間中學 就是中下一點 即是說 不算太好的那些 但是優勝的地方 就是它的價錢 樓價是中位數字 兩房是17萬 三房的Semi 275,000 就搞定了 然後另外一方面 就是 你可以想想 在Eastbridge 這個北面 有一個地方 叫Cayton 也想過 學校也算是中下 也不算太差 也不算真的好 但是可以頂到一下 然後屋價也算是便宜 你可以找到一些 兩房或三房的屋 Terence 那些 就20萬搞定 然後三到四房的DETACH 獨立屋 30萬都可以搞得到 但唯獨是 你要留意 如果是Cayton 這個地方 它是有水浸的問題 的確不是說玩的 如果在那些地方 玩水浸 你想你了 說完這些好的地區 還有沒有 中間少少 價錢又不太貴 又可以接受 剛才說了 那些什麼Canifornia Washmir St.Angelo Busley Busley 那些 接近市中心少少 當然 接近市中心 智安 當然是沒有那麼美滿 大家看看數據 一個月頭 在Canifornia 的最後數字 就160 大概 然後 學校 你也看到 好像二川七 幾十間 學校 有得你選擇 但哪些有 哪些沒有 你自己留意 我有列出來 哪些OS 數字是零 就沒有爆滿 你可以想一想 當然 最好 你自己也是 如果去那邊 要打電話 問一下 問一下 那些學校有沒有位 不要聽完我講 就以為這些數字是真理 然後 看回房價的數字 兩至三房 Terence屋 在Canifornia 這區 有20萬磅買到 至於 你要看回 有便宜有貴 三房 看回房價 那些 就26萬磅 然後 剛才提到 Washme 和 Busley 其實就是 這裡 上面 插到下面 這個 就是夾著 在Canifornia 和 Catsgrave 中間 這些區域 都算是 蠻好治安 蠻理想的地方 然後 學校也有 很多給大家選擇 有些好 有些差 真的很難說 看你運數 然後 可以看到 三房 三房 35萬磅 所以這個區域 挺有趣 比較貴一點 因為它 最主要的問題 這裡是小 有屋賣出來的 這樣 那就可以再跟大家說 看 這個 貧富 懸殊 差距的 生活的地圖 這樣 那你就看到 基本上 就是一個 打斜角 劃分 兩邊地方 一邊就沒那麼好 一邊就好一點 所以其實 很簡單可以看到 然後 在上面 東北面的地方 有少少的 公用房屋 但也不算太差 總體來說 這個地方 是挺好的 環境是挺好的 就是這個問題 就是 生活 就業來說 你就要想一想 因為它 怎麼說 它是 方圓 很多里以內 都沒有其他 可以貼近它 所以 如果那裡找不到 東西做的話 都是一個挺大的問題 所以 你自己想 另外 其實它下面 這個地方 叫Felisdorf 都是旅遊區 來的 因為都是一些海邊的地方 挺漂亮的 但是你會看到 貧富源差距來說 當地生活也不太好 當然 有些漂亮的 海邊的富人區 但實體來說 這樣就 不太建議 因為為什麼呢 大風 冷 冬天辛苦 所以 我去過那裡 我知道了 所以不太建議 老人家去那邊 吹風 但是如果你真的很喜歡海 不介意冬天 看著海 那你就去那邊 生活 順帶一提 其實 周邊 也有幾個 浮仔 大家可以想一下 老實說 我不是很建議的 第一件事 因為 Eastwish那邊 它的A路 是比較難走的 我覺得一個人 不知道一個人 因人而異 說回 大家想關注一下 以前 我第一年來到英國的時候 生活的那個小浮仔 叫做 Slow Market 的地方 其實真的很小 而且 也是一個 充滿著 懷仔的 小浮仔 所以你看到 這麼小的浮仔 他的治安數字 140日 都很令人拋頭 然後你看到 那些學校 真的很不美滿 所以就不建議大家 也不見得 他的屋價便宜 所以你就不要玩了 Slow Market 這個地方 純粹跟大家說一下 大家留意一下 然後 剛剛說到 海邊的 Felixdorf 就是這裡 這樣 屋價是貴的 我告訴大家 屋價 其實就是 北邊最漂亮的 綠色區域 那個樓價 這樣 所以是很貴 兩房便便宜 13萬5千買到 但如果你要買House Semi 那些都 33萬5千 這樣 而當地學校 就 評分 就說他不是那麼好 真的 問到邊緣 但成績 都算不差 但不要建議 真的很大風 很冷的 不是玩的 那另一方面 其實 住慣Eastwish 那些人 他們很奇怪 即不是住慣Eastwish 應該是住在 濕房那邊的人 那他們普遍來說 如果不在Eastwish 那邊住的話 他們就會選擇外面的 那些父子 即是Felixdorf Harris Soulmarket 也有 反而比較多人住 就是在西北邊 有一個地方叫Bury St. Edmond Bury St. Edmond 這個地方 就不差 你看回那些數據 那些罪案數字 由在市中心去量度 一個月頭都是240單 然後 他比較優勝的是 市中心的位置 那些學校 成績不太差 就是OK的 但是當然有些 評分就不太好 還有天主教學校 或者一些教會學校 然後 Bury St. Edmond 這邊的屋價 普遍來說 可能比較便宜 所以很多人 就比較喜歡 住在Bury St. Edmond 比較多 如果在 Lisabeth那邊 住過那些人 那Soulmarket 就一般 不用想了 我覺得 但是Bury St. Edmond 就很有趣 就是他好的區域 在這邊 東面 那些 那些 那些學校 反而不太行 是有些問題 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 這件事 另外一件事 就是除了這幾個地方 大家可以特別留意到 就是在Soulmarket 下面 少少 旁邊有個地方 小小的 在Soulmarket 或者Eastwitch的北面 Soulmarket的東面 那樣 這裡有個地方 叫做Durbingham Durbingham 是一個很小的浮 但是 很小的浮 裏面有一間超級功效 大家要留意一下 超級功效 為什麼叫它超級功效呢 第一件事 它成績好 當然 它成績好 但是它是 不挑選學生的 總之你住這個區域 就能進入 是這樣的情形 而它的成績好到 可以跟一些文化學校 甚至是頂級的文化學校 去相比的 是很誇張的 那你見到 GCSC的合格率 是71% 不是流料來的 而它的超收率 就是只有1% 那當然 有好自然有壞 那邊的屋價是很貴的 如果你找到一間 殘殘舊舊的 三房屋 古老大屋 就要25萬 但是真的要搞大裝室 很多東西要搞的 那當地也有一些 小小的新的樓盤 那樣 三房的Semi 要賣40萬磅 都神經病的 那為什麼會去到這麼盡 就是因為你看到 方圓數十里 都沒有其他地方 都沒有其他人跟你欠學位 你可以這麼說 即是你住在那裡 就必然要入學 否則就是你在那邊附近 耕田 有個農莊 你就會讀這間學校 就是這樣的情形 你沒得選擇 另外順帶一提 其實老實說 那 Eastwish 值不值得去 老實說 如果你在那邊生活的人 都知道我自己在Stone Market 住過 都是 如果去玩 去wack 去消費 反而去遠一點的Lowridge 都不會去Eastwish 很奇怪 而且住也是 如果你問回當地人 他們一定會選擇 Lowridge 都不會選擇 Eastwish 治安比較好 環境也比較好 當然 如果你的目標是想著 可以回到倫敦的工 你可以想一下 但屋價不算特別便宜 剛才我和你對比了 為什麼會列出Pierrbar 就是因為 都是一個小時的車 來到倫敦 然後Pierrbar 都是屋價比較便宜 但是Pierrbar學校的東西 都比較淡一點 所以大家自己想回 如果你說 你去Eastwish 又要好地方 又要去Woodbitch 又要遠離 這個Eastwish 又要塞車 你玩不到一小時的生活圈 老實說 所以你自己去想清楚 這件事值不值得 那今天的時間是這麼多 最後跟大家說 麻煩大家幫幫忙 訂閱我的頻道 Kick Like 留下言 聊聊天 還有 按下鈴鐺 按下鈴鐺 有即時新的片相 你就會知道 還有如果大家 手頭上鬆動一點 想支持小弟的話 你可以加入我Patreon 當我請我吃條招 就無人歡迎 還有如果大家想交朋友 結友 認識朋友 可以形成一個網絡社區 可以加入英國兒童院網站 那些資料 就在Discretion Area 那裡有 希望大家多多留意 幫幫忙 今天時間是這麼多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 掰掰